记者王俊杰新竹报道,新竹三百城市博览会开幕至今受到民众热烈回响,迄今已逾十多万人次进场参观,为让历史贴近各年龄层参观民众,是否特别规划三本出版品,包括文献特辑、历史散布手册及儿童历史绘本,提供大众学术性、普遍性及学龄孩童不同层次的阅读需求。 文化局表示,为落实逐渐历史教育扎根,新竹三百博览会现场提供酒降风吹三百年,新竹历史散布手册,内梳理了几个历史重要阶段的发展历程,用说故事的方式带民众映了新竹走过的路。 此外,今年度的小姨新生还可收到新竹三百,到我的城市吹吹风儿童历史绘本,以浅显图文带领大朋友、小朋友穿越古今,认识家乡的地境风貌,看见新竹的城市。 另外,为深入探讨城市历史,自此也出版了学术性的专刊。 从清代到当代,新竹三百年文献特辑一书,以新竹三百为主题,依文章属性区分为族群语言、文学文化教育、宗教人物及区域生态环境等四大群组,在深入浅出的文字带领下,用不同角度了解新竹装属的多元面貌,并唤醒民众对这座古城的记忆。 文化局指出,本次从清代到当代,新竹三百年文献特辑一书邀来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为烟造担任主编,同时与网络公开征集稿件,并与多位学者专家转述,前后历时九个多月,集结十八位作者,十九篇论文,全书近五百页,总字数达三十六万余字。 书籍将存放于各学校图书馆,提供民众认识与发展新竹地方学的参考资料,后继城市文化力量。